畫面再剪給我一下 我再切一下 OK 所以剛剛第一段 就是你先確定你有沒有先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下載的話基本上 反正就確定說你執行上面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根目錄底下有沒有這個檔案 這個檔 把這個檢視應該放稍微大一點點 大圖示 如果有的話那恭喜你 第一階段OK了 表示說 你已經把XML存 從那個 網路上爬下來 存一個檔 第一件是OK 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再來就是我們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from 這個package 叫什麼 xml.etree 裡面有一個module一個模組叫elementree 主要是用這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名稱太長了 所以後面呢 其實你可以加一個別名 有沒有 set ET比較縮寫 當然如果你將來不縮寫 可不可以啊 只是說你以後啊 名稱 像這邊不是有ET點 有沒有 那這個你就要用全名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 假如後面很多地方 會用到這個module的名稱的話 那當然相對的 沒有 沒有縮寫來的便利啦 所以第一個 這行我是建議把它放上面 OK 先把那個elementree 先把它載進來 這個的話呢 因為這個是內建在python 所以不用安裝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存取它 首先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 把 那個 xml把它載進來的話 那必須用這個elementree 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做 這什麼 pass 就把這個 檔名給給它啦 所以它在根目裡 pass一下 看看呢 我們這個模組旁邊 有沒有這個檔 如果有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pass進來 OK 那 你可以丟到哪裡呢 丟到一個物件 叫做tree 這個名稱自己取 也就是說把它pass進來 所以你就把它想像成一棵樹 一個tree OK 那這個tree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get root 有沒有 當然這棵樹裡面 從最底下的話 那這樣就根嘛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把這個東西 爬進來之後 丟到tree裡面 那tree裡面的話就有一個方法 叫get root 就是 取得什麼呢 就是 這個全部檔案讀進來嘛 那我要把這棵樹 這個整個就一個檔案的一棵樹 樹裡面的話這個根 先把它爬到 所以底下的話會有個叫get root 那get root的話呢 前面我們又給它物件名稱叫root 就名稱自己取 那這個root裡面的話呢 會有很多個什麼 很多個data 有沒有這個裡面 一堆的data 那我要怎麼把一個一個data分別取出來 那我們可以用for回圈裡面叫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data 有沒有 In什麼呢 In這個root裡面 所以 for 這個名 這個變數字一取啦 應該叫data In這個root 這個叫for each的寫法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一個一個把它寫進來之後的話 然後因為我將來要把它寫成csv 所以我們 如果去讀取裡面資料的第一個 寫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將來要抓這個data裡面的第一個資料的話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 你只要在這邊加一個括弧 0就可以了 OK 這我印象中 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應該是 中括弧 如果你要取得這個資料的第一個的話 那就是 中括弧 0 後面記得加個屬性 裡面的資料叫.test 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抓到什麼 抓到這裡面的這個資料 叫大乘 OK 如果第二個的話 中括弧1 總共會有 5個的話 那一直到中括弧4 所以就分別把這資料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要把它 轉成csv csv結構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中 大 因為我們format 把資料放過來 1234 總共 應該有5個吧 我看一下 1234 不過第5個 我印象中好像在第5個單位好像都重複 底下單位都微米 所以這個不要 所以我就取什麼 取1234 4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我這邊就給 4個大瓜弧 後面的話呢 就取到哪裡 其實最後一個不要的 就是到那個 中瓜弧3就可以了 4不要 因為後面單位 然後呢 一樣就是 這邊呢 我們用什麼呢 加一個s 這個s的四串 然後 這邊就先給什麼 給他的那個 欄位名稱 然後換行 有沒有 後面的話呢 就是s加等於 或者你這邊講 我前面講過 串接的概念 串到後面的話呢 那就什麼 s等於s加 也可以啦 我在雲端上 寫加等於加等於 相對比較簡單 只是說 如果你 看不懂你寫這樣 也OK 那就先 抓第1筆資料 再抓第2筆資料 串在後面 串在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一定要有個換行 如果你沒有換行 那就會失敗 然後串串串串串 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這個 不用print了 最後的話把它寫出去 寫成一個什麼呢 叫做write.csv OK 然後 這樣的話我們等於是 就把它寫出去 我們資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print了出來 馬上 其實還蠻快的 那我們來最後 關鍵的地方看一下 已經讀取了 並且幫我寫到 write.csv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在 我們的根本屋底下 應該會有一個叫write.csv的 這個檔 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在這裡 那當然 跟各位講一下 現在打開應該是不會亂碼才對 唯獨 直接開 看一下 執行write 最後 最後好像我忘了加一個close 最好還是close 否則它好像會鎖住 點close 把它關起來 執行一下 這樣子跑完 那應該理論上 底下就會有這一個 write.csv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資料就出現了 總共四個欄位 OK 請各位練習看看吧 那還有一點 請特別注意 write 的時候 這邊不要沒事 倒點再加一個encoding 等於utl8 因為如果你等於utl8 那eser一打開 就會是亂碼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後面不要加 畫面切還給各位 所以這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 就是教各位 如何利用element tree 可以直接解析 xml的檔案 然後把它pass進來之後 先取得它的 它的路程 然後再分別把它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取出來之後 那我這邊的練習是寫出成一個csv檔 當然你們也可以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 如果你假設像現在很多銀行或金融單位 好像蠻喜歡用xml的 我發現金融單位好像特別喜歡用xml 所以如果一樣的道理 你們 最好是可以 到那個開放資料 或者到銀行的官網上面去找找看 有沒有那種類似xml 練習看看 如果也可以做出一樣的結果 那恭喜你 以後你要這樣用 就會非常的簡單 好試試看